在台北西門町居然有一個打著赤博的刺青男子 就這樣子猛推女生 甚至還把人一度壓在車子的引擎蓋上 深夜街頭直接一男一女在兩車中間扭打成一團 男人激烈纏鬥许久 過程中還不斷互相叫囂 裸著上半身的男子兩條手臂大面刺青 雙手猛攻把女方步步逼退 狠狠撞在白色轎車上 巨大聲響驚動附近民眾 見到衝突場面只敢先在遠處圍觀 他們就在喉來喉去不知道喉什麼 男生本來就要走了 女生就去調性她 後來男生也都不要 稍微拉扯一下就不要 事發在22號晚上8點多 台北萬華街頭 起初這對男女還平靜地站在一起交談 但過沒多久 兩人疑似開始發生爭吵 越吵越激烈 下一秒雙方大打出手 瞬間演變成肢體衝突 不過雙方拉扯並沒有持續太久 男子事後穿起衣服叫上女方 兩人又像沒事一樣一起徒步離開 彷彿剛剛的衝突不曾發生 因為事發地點在人來人往的街頭 附近還有許多店家 就怕波及無辜民眾 警方獲報後立即趕往現場 但兩人早已離去 雙方因是熟識互為友人關係 因不明原因起口角後 互相動手拉扯 並無網路所指隨機毆打情勢 警方後續將通知雙方到警局 進一步說明 但公開場合大打出手 驚擾附近民眾 若最後確定有違法事實 兩人恐將被譯社會秩序維護法送辦 記者萬家維林文 台北採訪報導